好,感谢神 主内弟兄姊妹们早上平安 再次用主耶稣的爱 天父的爱 来祝福您 来和您分享今天早上的兴趣 我相信大家都有留意 这个忌妒这个主题 已经不再是第一 这次不是第二 今天是第三集 我可以这么说 在我看到许多的书本里面 有一本书本就写到忌妒这个主题 是一本我可以说 我无论看多少遍我都有 是很薄一本书,英文书 我不论看了多少遍 我都觉得它英文叫做 very minister to my heart 非常的来鼓励造就我的生命 但是我就发现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里面 我们一直想尽办法 上帝要如何动工 上帝要如何快快动工 上帝要如何大大动工 但是我们却没有问一个问题 那既然这是合神心意的祷告 这是上帝的心意 这是众圣徒 神的子民一起的呼求 但为什么却迟迟的不来 今天要提到一个主题 很特别的主题就是 复兴为何词言 复兴既然是上帝的旨意 复兴既然能够看到很多人得救 复兴既然是那么的对这个末后 耶稣再来这件事情是那么的重要 但为什么我们只有 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看到少许的复兴呢 为什么神不能够快速的动工 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庄家 让他成熟的庄家能够大收割 今天的主题或许将是 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主题 严寅是因为这个主题呢 会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神大能的作为 所以今天早上的这个时间呢 我们要来继续的来祷告 就是让神的作为神的爱继续的来应行 在我们当中我们来一起来祷告 Hallelujah 天父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 主啊求主你亲自的来动工 在我们当中 主啊求主再一次的来应行 在我们整个的分享的兴许里面 让圣灵的高油更多更多的 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 好让圣灵的作为 在我们里面更深的 使到我们能够敞开我们过去 这种旧的思想 旧的观念 以及圣灵的感动更深的加在我们身上 我们赞美感谢你 奉靠耶稣救命中文祷告 Amen Amen 今天主题叫做 复行为和词言 首先我们先复习一点点 传道书四章四节 这里说到 我又见人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的灵巧的工作 就被灵舍嫉妒 这也是虚空 这也是捕风 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悲哀的 在传道书里面来形容 有些人很努力 也做得非常好 但是朝而来的 其实很负面的 被灵舍嫉妒 原本是一件快快乐的事情 原本是一些造福其他人的事情 但世界带来的 其实负面的事情 以至于人 传道人 用个很负面的做了个结论 白做一场 虚空 捕风 做白日梦 怎么努力的 也等于是算了什么的事情 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呢 就是神在这一个 嫉妒这个题目里面 其实神让传道人 传道者注意到这个的问题 所以有人说这句话 嫉妒是被上帝眷顾的自然妇产品 上帝眷顾你 上帝给你祝福 上帝帮助了你 但是他的副产品 自然的byproduct natural byproduct 竟然是被别人嫉妒 这个发生在教会 这是发生在社会 这个发生在兄弟之间 这发生在家庭里面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会很好很小心的去提防自己去嫉妒别人 我不是要提防别人嫉妒我 因为这已经是逃不了的事 我要提防的是我去嫉妒别人 这是我可以做到的事 我们不是用别人去控告别人 你嫉妒我来解决问题 我们是要先去处理我们自己 有没有去嫉妒别人 这一间的教会里面 很多的人 很多的过去的领袖不要做领袖了 今天教会里面 很多神所使用的 神至五千两银子的人 都把五千两埋在泥土里面 今天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 我们觉得可以被神大大使用的 怎么可能怎么搞呢 到最后既然落成一个义无所事 烟盈是什么 也许今天的课程会给大家一些 已经心里知道的答案 但是如果我们用更深一层来思考 基督乃是在羞辱神 认为当神将福分赐给我的兄弟之后 赐给我的姐妹之后 神是从我这里一块的肉 薄出来给别人 神把我盘中的菜分给别人 以至于我吃得更少 他我就没有足够剩下给我 当得的分赐给我 也就是说这种叫做 叫limited benefits 这个是只有有限的益处 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当我把这东西给了别人的话 天父把这东西给了别人的话 自然而然我少了我这份 所以我要趁天父还没有给我兄弟之钱 我把它整过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尤其小圈子教会里面 所想到的所用的概念 他做主长了我做什么 他做了主领我做什么 主领只有一个 全世界考试只有一个一百 第一名 只有一个第一名 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去争这个东西 渴望得到这个东西 但是是不是上帝是这样子 这些都是我非常简单的复习 如果你是还能够看到油管的话 YouTube的话 这个基督一 基督第二 是你需要补课 需要去看的 好让你能够知道 接下来我今天要分享的 今天的分享是比较特别 特别在几个东西叫 用的经文比较少 当然业务相当多了 但是用的经文也不会很多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会很慢很慢很慢的来讲 不是说话慢 就是很细节很细节 希望你一点都不要漏掉的就好听 所以我将会用很细节的方式和大家谈 首先呢我们要来谈一个 很多人可能也不太想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谈的这个题目 叫做复兴为何此此未到 第一个计划 当神爆发性复兴的大能和荣耀领导的时候 每当神爆发复兴的大能和荣耀的时候 必然随伴着基督的爆发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在这一个每一次神复兴发生的时候 谁伴着就是一大堆的基督 也就是说神 祂要赐下这个复兴的时候 神赐下复兴之后 周边的基督就开始爆炸起来 我们慢慢去从经文里面去思考 我们用圣经 我尽量不要只是用我个人的看法 别人所做的事来做这个的评估 我们用神的话 首先我们先从一系列 这个基督爆发 紧随着保罗的这个宣教旅程的记录 我们来探讨 有一系列的这个保罗的宣教的复兴 但是属于伴着一系列的基督性的这个爆发 我们来做些探讨 首先是我们来看保罗一开始 他经过全岛 这个《使徒行传》13章第6节 经过全岛直到破佛 在那里遇见了一个有法术 假冲先制的犹太人 名叫巴耶稣 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 士求保罗是一个人的名字 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 这个方伯的意思其实就是总督 在那边的一个的管理人 一个神长应该这样子说 他是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 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 要来听神的道 只是那行法术的以理马 翻出来就是叫做行法术的意思 抵挡使徒 要叫方伯不信真道 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第一次复兴爆发是在破佛的 在那里福音开始开门 而且福音不单单是在群众当中 福音甚至已经来到政府官员身上 但是在那里有个行邪术的叫以理马 他抵挡保罗 他想尽办法不要让这个士求保罗 这个方伯或者总督不要去信福音 他害怕也同受他嫉妒 那保罗的生命中的这个的权威 他知道保罗是带着权柄 他知道保罗是带着这一个的能力 他心中充满了嫉妒 他害怕失去了他的位置 他开始来抵挡 当然你知道那故事里面 什么事情发生呢 这个保罗就责备他 他眼睛就昏暗瞎了 看不到 然后士求保罗这个方伯的就信了福音 在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 这两个都是犹太人来的 当然有个是行邪术的 他想如何来抵挡保罗 他心中嫉妒 他看见他本来是对这个士求保罗 这个方伯是有影响力的 但是保罗来了 他抢了他的位置 一个嫉妒的时候就发生 即使一个外邦人回转归向主 敬拜耶稣 信靠耶和华 应该庆贺吗 但是他不 他觉得你抢了我的东西 这是第一 那第二次发生是在哪里呢 在匹迪西的 匹迪西的这一个的 这个安提阿 《使徒行传》13章14-15节 这里说到在匹迪西的安提阿 保罗在安息日 在会堂里传福音 犹太人 对不起 这个不是经文 一个不小心看到 以为是一个经文来的 保罗在安息日在会堂里传福音 犹太人不是很感动 但外邦人恳求保罗和巴拿巴 接下来在安息日再次的来传道 这个第二次的事情发生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在安提阿 但是不是他们的这个安提阿 但是经文是这么写 他们出会堂的时候 众人请他们下到安息日 再讲这话给他们听 所以呢 当时候的犹太人并不是那么的 那么接受保罗所讲得到 其实我们也大概也能够想象得到 来传讲一个耶稣 就是弥赛亚 犹太人要听起来 不太能够接受 但是外邦人却也有兴趣 他说你下个礼拜 下个安息日再来和我们分享 结果到了下个安息日 四舍四劫 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 要听神的道 突然之间 他们的会堂本来不是坐门很满的人 有些已经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也在那里 但是问题是现在合成的人 包括犹太人 外邦人全部要来听 什么事情发生呢 但是犹太人看见 人这样夺 就满心基督 应搏 这个保罗所说的话 并且回访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看见 这个事情就发生了 这个基督 明明是一个复兴 刚刚发生 但是接下来 就充满了神的基督的人 不是外邦人 是犹太人基督保罗 接下来 我们看见 我们看到许多人聚集 在使徒的周围 记起了犹太人的基督 他们立刻开始抵触 毁谤 反对这个信息 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就发生 然后呢 于是呢 保罗和巴拿巴呢 他离开会堂 到另一个地方向外邦人传福音 但是这个却不能够满足呢 这个犹太人的一个基督 所以呢 我在会堂里面 向这外邦人传福音 传的很有效 你们嫉妒 你们不高兴 你毁谤我 好 算了 我们就分开 我也不要干涉 你的会堂的运作 我找另外一个地方 空旷的地方 我向这些外邦人传福音 总行了吧 那我不碰你的犹太人 我向外邦人传福音 这个总可以了吧 但是犹太人的嫉妒 根本不能够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满足 结果呢 这一个犹太人呢 挑唆 这个敬迁尊贵的富人 和沉重名望的人 逼迫保罗 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 所以呢 这些犹太人呢 就开始了一连串的 所谓的叫做神圣的指控 所谓的神圣指控 不是说什么 而是向那些敬迁的 尊贵的 有名望的 用这样子的方式 把他们赶出去 但是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很嫉妒他们 然后这些事情 并没有这样子停下来 然后呢 当他们去到乙歌念的时候 那犹太人呢 就尝试用类似的策略 来诋毁呢 这个福音 就是保罗离开了 这个原本的地方 来到乙歌念呢 当时候 他们并没有成功 为什么 他们密谋想用手打死使徒 使徒听到这个阴谋的时候 就赶紧逃到路斯德和特比 所以呢 他们 后来从这个 我们刚才所念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匹迪西的安提阿 传了福音 他被他们的 这个犹太人的嫉妒 然后呢 请了尊贵的那些人 把他赶出去之后 他们来了乙歌念 犹太人尝试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攻击他们 说他们 看来 使徒保罗也慢慢习惯了 这样子被 这个 被别人毁谤 但是他们不在意 他们继续 他们觉得 他们就觉得 我们以前用这样的方法对付他 他现在既然也没有逃 结果他们就准备了一个更恶的方式 我现在拿起石头 我们去找个地方 找到适合的地方 有石头地方 拿石头 打死他 控告他是一个亵渎的 所以使徒听到了这个消息 又开始逃 逃到路斯德和特比 所以 现在我们到了第14章 人在一个念 同进犹太人的会堂 在那里讲到 叫犹太人和西里尼人或希腊人信的很多 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 煽动外邦人 叫他们心里仇恨弟兄 叫他们心里去仇恨那些弟兄 然后结果在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就煽动了这个环境 为了什么东西 为了要抵挡这个福音 然后接下来他们逃到路斯德的时候 那福音在那里 却发生了强大的影响力 直到整个的福音一直的传 福音一直发生在整个的路斯德这个地方 特比这个地方 但是问题是安提亚和乙哥念 记得安提亚和乙哥念这两个地方 基督犹太人听到了时候 他们也赶到路斯德 然后记起人们来反对使徒 说服他们用石头打保罗 之前没打到他 给他逃到路斯德 在路斯德这个地方 他们想尽办法 就把保罗真的夹在中间 真的用石头把他打死 在打的过程 保罗真的是几乎应该算是被打得晕倒了 或者真正是死了 打死他了 然后走了 但是神却叫他站起来 使我们可以设想 神叫使徒保罗这样子死里复活 虽然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解释关系到保罗这个经历里面 保罗并没有真正的死 圣经里面却形容保罗就这样站起来 每个人打了也为他已经死了了 把他拖到城外 扔在城外 但是保罗竟然却能够站起来就这样走了 可想着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 他经过似佛像死里复活的这样的经历 然后接下来17章第一节 开始又发生一些事情 然后在贴撒罗尼迦 然后我们从第一个的地方 我们从这个一个念 我们到安提阿到路斯德 现在慢慢又现在来到贴撒罗尼迦 当时外邦 当许多外邦人相信的时候 犹太人起来嫉妒 记者一群暴民暴徒 想要杀死比特 这个叫做使徒 所以这个17章第4节里面开始说到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听了劝 就服从了保罗和希腊 有许多敬迁的斯利尼人 有尊贵的妇人也不少 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基督召集了 市井匪类 担火成群 山东合成的人闯进耶顺的家 要将保罗和希腊带到百姓那里 所以他们在这个贴撒罗尼迦里面 就发生了极大的山洞 为什么因为太多人信主 就是很多的人因着福音的缘故 一个个得救 但是你看到这些犹太人又起来 是因为基督 圣经一直说他们因为基督 不是他们做错事 不是他们讲的不好 他们就嫉妒组成了一群的暴徒 冲进去 要把他拉到这一个百姓那里 也就是说想拉他们去 要不就打死他 要不就控告他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里面 他们并没有得逞 他并没有得逞 然后接下来 现在来到他们又继续走下去 跑到哪里 跑到在这个毗利亚 在这个地方 外邦人和犹太人都信主 这个情况就更加厉害了 有外邦人 有犹太人 全部都信主 这一切都很好 但是问题是 帖撒罗尼加的犹太人听见了 这个毗利亚的这个复兴 他们满心嫉妒现在也赶过来 煽动群众 然后逼迫使徒离开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 他们继续的来进行他们这种 因着嫉妒而有的这种的行动 然后接下来到第十八章 你会继续看下去 整个故事几乎都是一样的 在哥林多 主却施恩怜悯 有人嫉妒 但是没有嫉妒到一个地步 太多行动 在哥林多 神为保罗打开了一个通达的门 一个机会的大门 他在那里逗留了十八个月 进行左右成就的这个事工 整个十八个月 但是到后来 他们仍然因为基督 试图把保罗控上法庭 但是问题是 当他们造乱的时候 这个可以说是所谓的 当时的权柄的人就说 有案子就提出来 没案子就 我也不理你们 结果这个事情就 被官方拒绝了 整个闹局就这样子停下来 整个阴谋败露 然后整个事情不能够成就 神就允许保罗在城里面 继续住了许多的日子 把福音好好的传出去 这就是哥林多教会被建造起来 是非常蒙福的一个得胜的 但是整个过程里面 这个基督根本是没有停下来 停下脚步过 结果呢 我们看见了 从这些经文里面 我们大概的有一些的 一些比较基本简单的概念 我们明白原来 在整个基督呢 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呢 我们看见的是什么 我们看见了 这些基督的迫害都是 复兴直接的结果 在许多的国家 突然间你发现这个福音 这个阻止福音 就是广传的那种的新的政策 在政府机构在国会啊 在大会里面开出来 让我告诉你 它不是别的圆灵 它都是因为复兴而绕之城 在早前我在这里也有分享 关于到为全球的这个 逼迫的心来祷告 这里面的数据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什么地方 当有复兴发生的时候 什么地方 逼迫就开始 这些迫害 逼迫的迫害 都是跟复兴有直接的关系 而且是直接的结果 你要复兴吗 你想要复兴吗 当然我们的答案是很难说不要 即使我们说我要复兴 我要我看到我城市大复兴 你的城市承受得了复兴所引发的嫉妒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神的教会苦苦的求神复兴 复兴我们的国家 复兴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州属 我们的神 但是 别说别的 就在你教会里面 突然有一个弟兄 一个姐妹 他的福士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 你承受得了 这个基督的试探吗 这是个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问的一个问题 而且当这个神开始运作运行的时候 福音的敌人 有时候是传统宗教系统中的那些人 他们会找各种的方法来为他们的嫉妒辩护 他们会逼迫神的灵那纯正的运行 这东西也时空见惯了 英文有一句话 叫做Elephant is in the room 就是在整个房子里面 你看不到一只一头大象 这个真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我们常常会看到 当你做得很好 别人嫉妒 把你师哥领得很好 别人嫉妒 当你这样你的道讲得非常好 别人嫉妒 当你某某某某那个做得很好的时候 突然间一大堆的事情发生 你可能会醒来说 为什么这事情发生呢 很可惜啊 这就是基督 我也能够给你的答案就是 这就是基督 这就是人性的乱络 这就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 这个基督是那么真实 但是这也是耶稣基督应许 我们必须忍受迫害的重要部分 我们会被迫害 我们会面对逼迫 我们会被攻击 其中一个原因 不是单单你做得不好 当然也是有你做不好的时候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基督 当复兴爆发的时候 基督不仅仅只是复兴 不仅仅是复兴的敌人 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不是要谈这个福音的敌人 仇敌怎样 仇敌怎样 然后嫉妒我们 就是要攻击我们阻止福音的广传 但是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比这个更加神的一层 当这个神造访他指名的时候 有时候最隐秘的嫉妒 是会在传道人的心中产生 最诡诈 我不是说诡诈 我应该说是叫做 最能够把自己藏起来 躲起来 或者用别的名字来标签 别的包装起来 这最狡猾的嫉妒 有些时候竟然会在传道人的心中 等一下 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准备好 来应付从我们仇敌来的抵制和嫉妒 但是坦白说多数情况下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从我们朋友那而来的嫉妒 我们觉得朋友应该是不会介意啊 我们觉得应该是 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不可能吧 但是严重来说很多时候这些嫉妒呢 本身 本身竟然是在我们自己的内部 复兴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教会以外 而是来自教会内部 上帝的子民的嫉妒是复兴的大障碍 我会慢慢的说慢慢的进入 好让今天我们能够去思考这个题目 复兴并没有受到伪教会的嫉妒的阻碍 就是假的教会 所谓的伪的教会就是自由主义啊 人文主义团体啊 他们有敬虔的行事 但是否认其中的这个力量 但是相反的 基督最大的历史性的障碍 他们从一个演出来观看复兴 并忌妒神的祝福在另外一个弟兄的事工上 当我这样子说的时候 我实在也充满着一种的感叹 无论是好人坏人 无论是成熟人不成熟人 无论是真的旧徒或不死旧徒 甚至要说就是 这些人很多都是神的仆人 在这些事情上 我们看到许多 他们在复兴发生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 就成了复兴的一个拦阻 因为这一个嫉妒的事情 我一直重复的说 嫉妒是被上帝眷顾的自然妇产品 每一次当复兴发生的时候 就有嫉妒发生 就有嫉妒的爆发发生在你的周围 你要去明白 这事情是这样的 你不要说 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不能成熟一点 为什么要掉进魔鬼撒旦的圈套里面 这东西我们需要从更深的角度去思考 你不要说 嫉妒的内部的这个 教会内部的这个嫉妒 这个嫉妒的问题 主要不是我们教会中普通的问题 很多时候是领袖问题 但 弟兄姊妹们到时候说这句话 你不要替你的牧师 不要替你的传导人来听 你要为你自己来听 不要听了 我这句话就说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这就是我牧师的问题 对不起 你也有问题 你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 只是说你没有被发现 他们是公众人士 他们每一个表情都给人看见 而且被人讨论 多数人会讨论牧者的问题 很少人会讨论某个羊的问题 在你的面前 因为牧者的问题是 大家有目可睹 但是问题是羊群的问题 你的问题 尤其你自己的问题 别人总是不会在你面前说 基督不是只是教会中普通的问题 是领袖问题 所以如果牧者和牧者之间 和好了 羊群其实都没有事情的 有点像是 父母好了孩子都被吵架了 差不多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要来谈一个题目 就是当复兴来到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 复兴来到的时候 会有一些的事情很明显的发生 比如说 通常两个大的事情会发生 就是大量的汇聚 人和人 人力和财力 人和金钱会汇集在一起 当复兴发生那地方 每个人都想起 第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 人群会空前的数量聚集在一起 随伴着人们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股的奉献之流 不管你有没有收奉献 有人都是希望能够投资他们的贡献 不单单是奉献 是参与衣 还是服事 在蒙上帝祝福使用的施工上面 所以每一次复兴来到的时候 你会看到人聚在一起 钱聚在一起 或者是各种的好处聚在一起 会有一股的力量 然后自然而然他们感觉 这就是蒙福的地方 因为圣徒向上帝献上的感谢 感谢祂的祝福 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 每一次当服事的很好的时候 就正然会有人来联合 牧师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奉献这个东西 牧师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参与这个服事 你那边有什么需要吗 我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愿意为你做 每一次有一个好的服事的时候 他就会带来这样子的影响 然后接下来当父亲来到的时候 当你因着神动工 突然得到人力和财力意外收获的话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事工范围的每一个弟兄 但我讲弟兄不是指弟兄而已 不是姐妹没有算 不是 但我讲的是弟兄是指牧者 你周围所有的那一些的领袖 都会立刻注意到 为什么你开始来汇聚了那么多人 汇聚了那么多钱 汇聚了那么多好处呢 当另一个弟兄被神选中 注意听啊 当某一个弟兄或某个牧师 某个领袖被神选中 去经历复兴的时候 是件好事吗 当然是件好事 那些心地高尚的人 就是里面非常有成熟的 非常有生命的人 会围着复兴献上他们的祝福 当然有一些会忌妒我们都知道 但是有一些人会非常成熟的 他们会给你他们的祝福 他们为你感到很开心 但是请不要忘记 没有一个人 包括这一些心地高尚的人 没有一个领袖 不会在那个时候 不与某种的嫉妒的感觉做争斗 也就是说当我看到某一个弟兄 某个姐妹被神大使用 这个星期他领个领的很好 这个星期他讲道讲的很好 这个星期他做某样事情 做得非常成功 这个机会他办得很好 这活动他办得很好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上帝使用你吧 但是内心里面却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也希望我有 但是为什么是他 这样子的感觉谁都会有 没有一个是例外的 只不过心里高尚的 那个灵性成熟的 他们能够用很广的 把这样子的东西对付 但是他无论多好 他都有感觉 他无论有多高尚 他都有一个感觉 我会慢慢的再说下去 有些东西是我要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说 希望我还有一些东西 可以在这一个重点里面接上去 但是我要让你看到 这个的本质 这个感受 这样的事情 其实一直发生在 我们整个教会的身体里面 你越了解他是个怎么样的东西 他是怎么样子躲藏运作 在教会里面的时候 你就越能够明白 要怎么去克服对付他 当一个我们讲一个例子 一个当代的例子 我从一本书里面找到这个例子 我觉得非常好 那我就来和大家说一说 当复兴领到一个城市 在这个是有人见证他们把它写下来的 然后评估了过后我就把它挪出来 让大家去思考 我觉得这会对有很大的帮助 当复兴领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这个城市的某一个教会的时候 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城市的400多间教会 然后关于到这个教会 关于到神的动工的报告 越来越俱增 一直在这个网路媒体里面 一直传这一个教会 怎样怎样神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事情发生 结果来自各地区的教会的信徒 开始蜂拥而至参加这个聚会 可能这个聚会不是主不是崇拜 是个某天晚上的特别聚会 可能叫做fire meeting 是火的聚会烈火特会 结果每一个人就蜂拥而来 一听到神在里面动工 有很好的信息传讲 有神迹奇事发生 有美好的事情 有神的灵动工 人进去了心里被神摸着 就像最近的Asbury这样的事情发生 每一个人都来了 结果什么事情发生 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 有人开始离开他们自己的教会 而转移到复兴发生的教会里面 这几乎都是发生在任何城市 任何的复兴 任何一个教会被神开始触摸使用的时候 都会多多少少导致人们跑到他们的教会去参加 这样事情发生正常吗 如果你是一个渴望神动工 但是等了很久没有神动工的时候 突然你看到你渴望的复兴正在发生 你还会继续待在一个你觉得没有复兴的地方吗 还是你会想尽办法去到那个地方 有一些人就会平衡的说 我也去参加聚会 我也回到教会聚会 我两边 我得到复兴了 我把好处带回我教会 我去鼓励弟兄姊妹 有些人就不是这么想 有些人说我只有一个时间 我只能够afford 只能够允许我参加一堂的聚会 我就直接搬过去 我就直接了断 牧师我走了 就去到那个教会 不是每个人有像你那么样的成熟 说我们只是参加一个聚会 所以被神的临摹招回来祝福自己的教会 不是每个人这样想 有些人是一个消费者心理 我去那边我得到好处 我在这里没有得到好处 那为什么我还要待在这里 不用逛这个超市了 我就逛那个超市 那边的东西比较便宜比较优惠 对不起说的比较直白一点 但是这个是复兴吗 有些人说这个不是复兴 有些人说这个是复兴 你说是复兴不是复兴 这个复兴发生的时候 结果导致了每一个阵上 几乎每一间教会 每一间教会都会因为这个复兴 失去了一些人 那请问这个复兴还算复兴吗 所以有些人会控告复兴 这个复兴是假的 仇敌的 要分裂我们的教会 其实根本不是属于在分裂谁的教会 神即使坐在你身上 就是说这句话的人身上 这就不是复兴 结果神的复兴临到他教会里面 结果很多人赖他说这个是复兴 结果其他人也一样 因为复兴而失去了一些的人 这是牧者的问题吗 大家慢慢去想 几乎每个教会都开始因为这复兴 失去了一些人 而许多牧师变得心慌 心烦意乱 而且受伤 非常奢望 非常创伤 非常受伤 许多的判断 是由连一场复兴特会都没有参加的牧师做出来的 很多人就开始来 牧师就开始来判断这些的聚会 不好 怎样 不对 但是他们有没有参加过这场聚会 一场都没有参加 这是一个作者 有一个弟兄给他的报告 在那城市 复兴的城市 400多个教会里面有好多的牧者 根本没有踏进那教会 没有亲眼去看一下 这到底是不是复兴 就开始批评论断 原因为什么他失去了会有 一些的牧师 甚至开始站起来反对这个复兴 其实最背后的原因是 希望人们停止离开他们的教会 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 很多人都经历这样子的事情 只希望辛辛苦苦栽培的弟兄姊妹们 那些可目追求的 不要离开他们 因为他们既以后望这些人起来 被神得着 被神所使用 他想也没想到 复兴临到我们邻居的教会的时候 就把他完全 完全他的心血就完全吸纳过去了 然后眼看着主熟的鸭子就这样飞走了 就看着对方享受了这一些 他多年栽培的领袖会有的贡献 你想想下牧师的感觉是怎么样子 如果发生在你的教会 突然间你来了好多好棒的这一些的领袖 全部都是准备要服侍神的 你根本没付什么代价 结果教会就被一个礼拜成长 你心里应该多快乐 但是别人怎么想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一些非常生死发生的事情 你会不会起来说反对 这个就不是复兴了 只要把我羊从我的教会拉出去的 绝对不是神要做的事情 这肯定不是神要做的事情 但是他自己已经发生了 不可避免的 这上每个教会都必须对着复兴 开始提出自己的立场 大家都开始在自己的会堂里面 开始评估评论讨论这个复兴 很可惜的 当时候所讨论的 在早期所讨论的 就变成拍板定案 成为了直到今天为止的立场 保持到今天 即使复兴不管有什么样的更好更不好 但是这个之前所讲的到 师父都是没有机会 你们叫做reverse 退回去 转回去 所以在当时候 主持的这个复兴会的 这复兴特会的这个的牧师呢 其实他有做了一些很好的 这个的努力 怎么说努力呢 他尽心竭力的向每一个人保证呢 他和他的同工 他的团队 会尽力的 刑事正直 讲的比较直接一点 我不会偷你的羊 我不会拉你的羊 这是神的复兴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他向他们保证说 拜托相信我 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们每次报告的时候 一直的来吩咐他们回到 你回去原来的教会 回去回原来的教会 我自己也做过好多次 有突然间认识教 我去讲道教会的 那别的教会会友 听到我讲道 然后呢 结果就跑来我的 跑来我教会了 我看到的时候 我吓一大跳舞的时候 咻咻咻咻 回去回去回去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 就是他听我讲道呢 但是他还没搞清楚 我的教会有很多堂会呢 他就跑去别的堂会了 他就想为什么 一直没有看陈牧师 最后参加的教会 回家后三年过后才发现 你看陈牧师在另外一个堂会 但是别的教会 却觉得是陈牧师拉走了他们的羊 其实我根本不是 我根本就是莫名其妙 躺着中枪的一个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过 有些事情就是会发生 所以这个牧师非常的认真的处理这件事情 就说你回到原来的教会 而且强调呢 你们的十分益 不要奉献在这个特会里面 你们的十分益 是放回你们盐埋的教会 因为你盐埋的教会 是这个十分益 是属于牧养你的教会的 不是放在这个复兴特会的 所以他想尽办法说 我们不要你的十分益 如果你要给爱心供物支持 可以 但是不要给我们你的十分益 把你十分益留在你的教会 但事实上大家还是喜欢把十分益 奉献在有复兴发生的地方 有很多原因 说到这里的时候 不妨说一下 有一些人认为 有一些特别在国内的家人 有些这样子的认为 我注意过 就说我要把我的奉献 撒种在那些有收成的土地上 这样子的话 这个奉献也会带给我其他祝福 再把东西说得更加前摆一点 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把我的金钱的奉献 奉献在一个有复兴的地方的话 那我就是直接参与了这个的复兴 然后我所奉献的钱财的祝福 会比我啥种奉献在没有什么成绩的 事工的奉献 会带给我更大祝福 因为神祝福这个事工 神一定会祝福这个事工 支持这个事工奉献的人 不知道我这个句子会太长吗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 这是我还是在国内 这个国内有没有写到的 有这样的想法 其他地方我比较少听过 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牧师这样子说法对吗 我想了再想一下 我就问他 我其实有个问题 这本质上的问题 我还没搞清楚的是 你想要给还是想要得到 有一些人以为奉献在对的事工上 当这事工有灵魂收割的时候 他的祝福也会翻倍 这想法有点像是买股票 会上的股你去买放在去 然后你的回酬就高一点 这样的想法真的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 他把事工当这是一个买股票的地方 投资的地方 这里有复兴我就把钱放在去 这样神透过他们做很大事情的时候 我有分在其中 我的祝福就会比较大一点 那些宣教士传了二三十年 最后只带了一个人信主 后来也买死了 埋葬在那个土地上 那也不是很可怜 这非常非常错的一种观念 所以他的本质上我就问回他 你到底是要得到还是要给 说清楚一点吗 你给的目的是要给还是要得到 所以也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说到这里 不sidtrack 回来原来要讲的这个内容 而且他们还做一样事情 他们欢迎其他的教会的牧者 跟进任何的觉知信主的个案 所以也就说 他的觉知信主卡里面会写 谁带你来 然后你这个朋友是什么教会 他就想说这个卡就送回给你教会 因为是你的会友带来的朋友 这个人在这个聚会里面信主 那就再把他送回去 让他们跟着你的教会回去他们聚会 确保你的会友没有流失 但是你会有的努力也不是被我这里收纳 他们做了所有最好的东西 也就是说 在那复兴里面 这个牧师 这个主人 主持的这个牧师 在特会经历这个复兴的特会的这个牧师 是非常真诚 非常诚可的 去保护整个城市所有牧者的感受 但是不管他而且他非常竭力的表明了 他希望这个复兴成为一个区域性的复兴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地方教会赞助的事情 不仅仅只是一个地方教会发生的这个的复兴 让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下 他希望这个复兴是整个区域 每个人信主 这个区域里面更多人信主 更多人被神复兴起来 但是他最大的努力 仍然没有办法平息 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 很可惜 常常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媒体 希望媒体对这个复兴采取的这个报告 这个立场是非常的敌对 师父每个人在看这些媒体的时候 就会问一个问题 这个editor 这个编辑 到底是不是参加另外一个教会的 因为写的东西 几乎就有点像是他教会的牧者的立场 每一个人都开始去猜疑 所以你可以想象复兴 复兴是有代价的 那复兴是有一种的嫉妒的发生 以至于这个事情非常的辛苦 你知道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也去查一查 查了很多 我们去拿最近的asbury的这个复兴 美国asbury的这个复兴 在校园的复兴 你知道我很惊讶 好多人竟然写复兴停了 几夜几号开始停了 他巴不得快点报告这个复兴停了 不要再给这个复兴发生 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每晚的聚会还在进行 只是换了一个地方 因为大学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不教书 每一个人 每一天有人排长龙 九个小时这样子 这个大学根本已经不是大学了 所以他们把这个聚会引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其实另外地方聚会也在进行 而其实在这个会场里面 在大学里面 复兴还是在进行着 还是有人在那礼堂里面敬拜赞美 只不过学生已经开始回到课室里面去念书 然后整个教学整个运作也是继续 但是后来我去查 好多人说 这一些人他们都是累垮了 他们已经透支了 他们的管理不好 有些人甚至发信息说 我没有看到有人得救 有些人发信息说 没有看到什么神迹奇事 复兴非要你的这种的标准来衡量吗 事实上是有人得救 事实上是罪人悔改 而且我知道的阿斯伯里的复兴里面 罪人悔改的层次是非常深度的 渗透每一个层面 而这些不是复兴吗 这肯定是复兴 但是好多人写很多负面的东西 John G.雷克 雷克 他是很出名 非常出名的这一个的意志不道家 但是他却面对了许许多多目者 写信公然的控告他 他想都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很多的这种事情发生 一点都不是触服意料 说的很准的话 这事情会发生 是因为什么每一个复兴都会引来一个忌妒的浪潮 所以你说要复兴吗 好 就给你复兴 但你预备好没有去面对这个忌妒的浪潮 所以上帝该怎么办 现在我们来 我们也要围着我们的阿爸天父 想一下 你从他的角度来想 他该怎么办 好 上帝想把将复兴送到你的城市 真的就是你的城市 如果最好的话送到你的家门口 就是送到你的教会 你所负责的事工里面 你要吗 要 但问题是什么地方 不论在哪个教会 不管选到哪一个事工 选到任何一个人 成为复兴的催化剂 城市上 镇上的所有的弟兄 包括你教会弟兄姐妹 应该说是比较多是在领袖 都会开始嫉妒你 这个听起来很困难的事情 到底要复兴还是不要复兴 还是要偷偷复兴 偷偷复兴有可能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的事情 复兴一下子就传遍 走灵又射了 因为神做功了 你自己也忍不住了 你都开始去转 去讲出来了 这是很真实的 一些弟兄 就是地区的牧师和领袖 他们将能够克服他们的嫉妒 是当他们将肉体钉在十字架上 以这个热情和精力投入在这个加入这个复兴里面 当复兴发生的时候 但是那个地区却有许许多多的领袖 许多的brother 许多的弟兄姐妹 许多的领袖 无法辨别和处理他们的嫉妒 这就是真实的状况 神可以把复兴临到你的城市 临到你的教会 有一些可以过关 因为他们把他们钉在十架上 他们的嫉妒 他们会热情参与 他们会放下他们的东西陪着你走 他们成为你真的很棒的朋友 很棒的家人 但是不是很多 那地区的许多领袖 没有办法辨识 没有办法处理他们的心理的不爽快 他要但是你得到 他们会想想法设 设法的为他们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批评 做辩护 想尽办法设法的 他们讲你 其实我是为你好 其实我们要很懂得辨别 是不是神的作为 还是沉不住肉体 不需要给太多例子了 有时候我也想不出 他们就想尽办法 为他们对你的控告 或者是辩论 或者是包装成为我都是为你好 得到 而且会得到的结论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真的复兴 复兴不会是这样子 因此当复兴临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神本来要祝福那个地方的东西 这个复兴 却变成了辩论和纷争的原因 大家真的要慢慢消化这句话 上帝把复兴给你 最后什么事情发生 却变成了争论和纷争的原因 那天上周我们有一个礼拜天 我们有安排教会弟兄姊妹们去聚餐 双清节聚餐在11号 11号对 然后呢 因为过去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 就是大家煮的一些东西 大家都把自己要吃东西 喜欢贡献东西都带来给大家一起吃 我心里想这一年双清节不要重复同样的东西 也不要让弟兄姊妹们废财费力去煮 每次煮的很累了 回来了 就是煮的很累的煮给大家吃 虽然也开心 但是我心里想今年就特别吧 那我就带他们去吃日本餐 OK 正好我认识一个日本餐 礼拜天是不营业的 我就把场地包下来了 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全部去那边享受 然后我再吃饭 吃个人餐 吃得很开心 有一个姊妹她就吃不下那么多 然后她有一些这个苏许饭团 我就打包 就要打包回去 然后她就拿给我们 我说为什么不拿回去呢 你有两个孙吗 她说不可以 我拿回去全部会打架 我不能够带这个饭团回去 即使再好吃我不能拿回去 拿回去就等于是叫他们打架罢了 所以请你拿给你孩子吃 我心里想 好东西拿回去 结果是引来家里的纷争 这个事情也真的发生在教会里面 复兴要领到你的教会 但这个复兴竟然成了一个纷争的原因 只是好心做坏事 上帝的立场也太辛苦了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众所周知的这个困境中 上帝真是进退两难 一方面 如果他不赐下复兴 神的国就不能够渗透社会 末日末后的收割也不会来到 所以他一定要给复兴 但是问题是如果他真的赐下复兴的话 在教会发生 在教会里面爆发的时候 这个嫉妒也就会爆发 而对国度的发展 产生如此大的破坏性 本来是好弟兄好姊妹突然间发生一个复兴 大家闹翻了 大家已经分道扬镳 然后原本意被好神要做的事情 突然间就这样子毁了一旦 以至于复兴成了那个教会的极大的咒诅 你听了我说到这里的时候 你还会认为很单纯的说 不会啦 教会不会这样子 还是你开始慢慢去想 我一直求复兴 我一直求复兴 我一直祷告复兴 好像我还有其他 除了祷告以外要做的事情 有没有这么想 他神如果真的赐下复兴 但是问题是 教会中爆发的嫉妒 就会对国度的扩展 产生如此大的破坏性 适得其反的效果 以至于复兴的祝福变成了咒诅 哇 想想下 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东西应该要做的 注意看这个经文 雅各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常被耶和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也要被但里里书三章十六节 还有很多三章十六节是应该去看一看下 我发现很多的三章十六节都很有趣 但是在这里 雅各书三章十六节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结果由于嫉妒的关系 这个祝福或者复兴之家 祝福之家 竟然成为一切邪恶事物的出没之地 当我说这些东西 并不是控诉上帝为什么吃下复兴 或者并不是要建议说 我们不要求复兴 这真的不是我要说的这些信息 但是我们必须要进来更深思考这件事情 大众题来了 在赤下复兴以前 上帝必须衡量该地区的嫉妒状况 在赤下复兴之前 上帝必须衡量该地区的嫉妒状况 如果这个地方的嫉妒彼此的状况很严重 神实在 神实在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把复兴赐给你 他会带来的破坏 比你想象的祝福来得更大 我真的求主 让我们从他的想法 他的眼光来看 他为什么 到底是我们等他 还是他等我们呢 何等大 何等大的要思考这件事情 在赤下复兴以前 神必须要衡量该地区的嫉妒状况 当地的领袖在心里 在心里的基督这件事情上 是如何回应神的对付呢 我必须要说一样事情 就是我们真的要非常为回家 戴免然牧师所带领的回家的运动 非常感恩 他们一直重复的强调 神要的不是只是工作 神要的就是一群的子民愿意来听 愿意看大家是一个家庭 愿意看大家是一个身体 我们真的要非常感恩 神兴起了这个戴免然牧师和回家 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呼召了许许多多的父老 彼此起来成为父老 这个下次我会谈到个父老这个题目 非常重要 但是在这个回家这个运动里面 他建立起一彼此相爱 是个家人必须拥抱 他把事工的这个的次序慢慢调到家人和事工慢慢平衡 而家人更加重要 有个马来西亚的父老 他曾是神大大使用的 在五玄节 在灵恩 他不是五玄宗的 他是个独立教会的 神非常大大使用他在马来西亚 在他的事工里面 产生许许多多的爆炸性的复兴 他非常 也跟美国各个世界各地的领袖都是 顶尖的这些牧者 但是他讲一句话 他说在这么多年里面 他也是跟Peter Wagner 就是Peter Wagner 做Spiritual mapping属灵的这个 这些征战 这些属灵绘图的东西 做了很多东西 很努力的做 但是他讲一句话 这么多年来他发现一样事情 真正实实在在的 看见一个长眼的一个父亲的 是在回家里面 我不是说其他不好的 我没有用他的话来说起 每一个都很重要 每一个都是神所信息启示 但是他这个父亲见机在 不是事工 而是这个父亲是见机在一些事工上面 而在这个回家里面 是见机在一个关系 一个不在彼此嫉妒的关系里面来前行 这个意思不是说去参加回家特会 我的意思不是高举回家特会 我要说的是回家特会做些什么 回家特会里面见的就是家人 父老和彼此弟兄之边的关系 在一个不嫉妒不竞争 当你有需要我站在你旁边 来扶持你 站在你旁边和你同站立 一起来寻求天赋的心 等那一件的事情 在神还没有赐下复兴之前 神必须要衡量该地区的复兴的状况 当地的人是怎么样子来看待整个复兴 彼此之间的这个嫉妒的这个问题上 是否已经有处理了 所以如果他们选择以谦卑悔改和破碎 来面对属肉体的比较 和自我追求的野心的这种自然倾向的话 神就能够带着大能和荣耀造访该地区 所以在这个历代之下 第七章十四节 这里说到若我的名成为我名下子民 他们自卑祷告 他们悔改 离开他们的恶行 我们都知道这个经文 当他们如此的时候 谦卑祷告 自卑祷告 离开他们的恶行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呢? 神说他就要 睁眼看测听 他们这个地方的祷告 他们要赦免他们的罪 所以他们要医治他们的地 你从这里就能够明白一件事情 这个经文不只是适合用于 回这个区域悔改祷告 也更适合用于我们每天对付我们个人的这种骄傲 神的造访才能临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的悔改祷告 不只是胆善 单单只是对付我的 注意啊 城市的注意啊 这个东西 这个自卑祷告 寻求神的面 转离我们的恶行 这件事情 也非常需要进到更深的地方 就是关于到嫉妒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允许神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就开始不一样 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可以把复兴临到我们 因为祂知道我们不会围了两个饭团在教里面打架 我们不会围着复兴彼此比较 但是问题是如果微妙的这个竞争 没有以彻底的悔改来对付的话 你心中那种奇奇怪怪的那种嫉妒 竞争比较 根本不需要竞争的一些竞争 别人 别人 别人领一个 你下个礼拜年领的比他更好 别人讲一个道 下个礼拜年讲的更好 别人的四个人这么多人参加 下个你要确保你的比达 这个不是 你不是在stribe record 就是叫做 你又不是要产生的guinness record 就是大力士这个记录 大家在努力 不是为了要做得更好 是为了赢过对方 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 神必须延后着复兴 免得这个嫉妒发生的道带来的咒诅 超过 免得这个嫉妒的爆发带来的咒诅 超过复兴带来任何的祝福 给你这个祝福 结果迎来这么大的惨局 我宁可当时候不要给 你要记得上帝不是没有经验 上帝太有经验了 因为这些几千年来 教会怎么样子 上帝看都看惯了 每个复兴来到每个基督的爆发 明明看着这 所以神要用一个人之前 神必须要试这个神要用的人 我现在开始在考虑是 神要复兴之前说 神也必须要试神没有用的人 神没有再将使用的人 也就是说如果神要复兴临到我身上 神也必须要测试我旁边的 我的领袖 我周边的领袖 能不能承受得起 这一个复兴引发的这个基督 所以有些人说 叫我不要复兴 复兴给别人的好 你也没有得信免 听啊 你不要说复兴送给别人吧 这样我就不要复兴 你也信免不了这个复兴带来的这个基督 你看到别人这个复兴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承受这个基督 我不会的 到了时候就知道了 我们千万不要自以为不会 我们真的很多需要被神来破碎 说到这里 所以在神赐下这个复兴之权 before God sends revival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现在我们真的是在打一个末后的争战 我们真的是要超权部署 我们需要想的东西要想的很远一点 所以就是为什么今天我需要慢慢的讲 我要想远一点 我现在可以做什么 我应该做什么 我应该要除了把我的基督带到十字架上去对付以外 我有一个东西还要更大的要 大家一起来做的 就是区域性的合一 区域性的合一不能取代个人十字架 但是个人的十字架也不能取代区域性的合一 这两个都必须要走的 在一个地区性维持复兴的关键就是该地区宗教会内部的合一 每一个区域的牧者都应该要有团契 而且都要应该有一个共识 都一定要有一种预备好 万一复兴发生在你身上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子做 合一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基督 我不是说唯一的障碍 我复兴的障碍也是基督 我不敢说复兴的唯一障碍是基督 如果当领袖拒绝将他们的基督带到十字架上的时候 把他留在那里永远让他顶死的话 上帝祝福最终会消散 即使真的复兴很快也是 坐鸟受散 什么人鸟受散 不管这个字句子怎么说 大家散开 言疑就是基督 亲爱同姊妹们 别人复兴的时候你会嫉妒别人 你不要说不会发生 这人性 就像看到好吃东西流口水 就像看到别人 看到很多的钱 心里都想如果是给你多好 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在属灵上追求神的人更是有这种的感觉 所以一个维持一个区域性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 有一些想法 你要有一些想法 跟其他同区域的弟兄姊妹的领袖联络 来我们喝茶 来我们来团庆 来我们祷告 来我们来 从最简单的方式做 预备万一复兴发生的时候 你需要预备好 如果没有这个的 你是光这祷告复兴复兴真的发生的时候 你才开始痛哭 为什么这事情会 好事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时候我就有机会说 不要怪我没有提早通知你 我觉得我们需要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踏实的去处理 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了 当神带着复兴领导一间教会的时候 人们就会从其他的区域 其他的州 甚至其他的国家来 沐浴在神的祝福的洪流里面 当Asbury发生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好多朋友飞过去了 从台湾 从马来西亚 好多地方全部飞过去 就是要赶紧抓到这复兴 你想别人坐飞机 付了那么昂贵的代价 为了要得到那复兴 这事情真的是发生了 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来参加 就除了那个城市的其他的领袖 可怕吧 每一个人都飞过去 就是同一个城市的领袖 同一个城市的弟兄 因为基督永远是兄弟之间的问题 你就明白这个impact是多么的大 你隔壁的教会突然间复兴 你会觉得你会不弃你的主路 跑到他的主路去去看吗 会有会啊 领袖是绝对不会打死他都不去 当然有些也不是啊 这个不能一直棍打翻整艘船的人 有一些还是很谦卑会气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很现实让我们看见 我称为他为复兴综合症的 或者是复兴症候群的 一旦有复兴发生的时候 每个人蜂拥过去 一旦有复兴发生的时候 也有当时候有一些人 这个叫做什么 怎么样也不要去 有人问一个问题 复兴不是大家悔改吗 对没有错 每个人悔改 越来越多的人悔改 越多越多人谦卑 越多人要为主火热 他们跑去哪里了 他们跑去别人的教会悔改 跑去别人的教会火热 跑去别人的教会去传福音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复兴是怎么样子 能够夸生这个基督吗 当代的使徒 当代的使徒他们也面对这个考验 我们真的一直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看下 他们不知不觉的面对一个考验 就是要确定他们是否 其实那件事情是确定他们是否会得到复兴的造访 这个测试是什么 这考验什么 就是十二使徒里面有一个掉紧使了 就是卖耶稣的加列人犹大 他们需要去选一个人代替犹大的位置 他们要怎么去选 他们选就是 这一些日子里面跟耶稣一起进出 一起受苦 一起付代价 但是他们不是在十二使徒的名单里面的 我相信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在十二使徒里面跟耶稣一起进出 结果圣经是怎么说呢 即使他们选举了两个人选举 那就是叫做八三八 又称为游士都的约瑟 所以我们简单来讲 叫做约瑟 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做马提亚 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两个人开始来祷告寻求神 为了确保这个事情是出于神 大家没有份干预这个选举 大家就抽签 结果抽签的抽到谁呢 抽到了马提亚而不是约瑟 你要知道这两个人应该是被选举起来 被推选出来的话 应该是十二使徒以外最好的 第十三第十四 应该是说是最好的那两个 不可能是那些天兵突然间跑出来的人 这些十二使徒和其他人一定也有些比较站在 约瑟 有些比较站在马提亚 根本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都不能说 拿两个人来做比较衡量 因为他是抽签 抽到谁就是谁了 就是这样简单 结果抽到了马提亚 我们都知道的故事 那些约瑟的fancy 铁粉怎么办 甚至十二使徒里面 有些人也比较喜欢约瑟的怎么办 那耶瑟跟马提亚的关系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东西 我要在圣经里面帮你做一样事情 如果是按照这个David Paulson 大月报神 我们亲爱的已故的圣经老师 他说圣经是没有章节的 你就想想下 把第二章这个字 把它筹掉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故事是连续讲下去的 他们选几 选了谁 他们就是当时候 他们做这个选举 要选这个 两个人中选一个人的时候 最尾端的时候 他们就在十二使徒里面 他们就摇签 摇出了马提亚来 他就和十二使徒统列 这个经文 这个故事是没有停的 然后第二章拿掉的话 直接到第二章的话 直接说五旋节到了 门徒都在记载一处 他们里面有内讧吗 没有内讧 他们里面有金针比较吗 没有 他们直接圣经是这么写 这个路加是这么写的 选举成功了 他成为十二使徒并列 然后五旋节就到了 他们没有约瑟 他的铁粉 他的粉丝都没有 欺负于心中的嫉妒 而且他们一起圣经里面说到什么 他们都聚在一处 没有因为玄机的缘故分开 他们聚在一处 什么事情发生 神看见他们过了这个季度这一关 可以了 复兴领到他们身上 当然有些人会跟我辩论说 这个五旋节必须要有圣灵充满的 他们预备好 不预备好 都必须要有的 但是上帝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 已经预备他们了 预备他们的同行 预备他们合一 而且最后一个测试 这个选举过后 他们能够继续同行可以祷告 什么事情发生 五旋节圣灵的浇灌 复兴来到有没有内讧 你发现整个故事里面 完全没有内讧 因为他们军医变好了 这是那么同行和聚集 这是合一多么美好的见证 没有人给苦毒和忌妒和纷争 留下任何的遗地 这是无一的 这是真是这种的合一 神能够差遣 通过差遣圣灵来显明能力和荣耀 来尊荣这个合一 神说yes this is what I want 这就是我所要的 就把这个复兴大大的浇灌在其中 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要提到一个问题是 直接处理嫉妒的问题 当一个区域的弟兄们 将他们的嫉妒暴露在光中 贪帅的 直接的承认 悔改 并将他们的心 对其来欢庆 神过度全境的时候 所以无论神选择用谁 他们都会为自己 他们都会使自己成为复兴的主要对象 当一个地方的弟兄姊妹们 一个领袖们 很悔改 对付他们的心中的嫉妒 而且每一次复兴发生的时候 他们说 让你的复兴成为我的祝福 让你在你身上的恩膏也给我这一份 而不是说你的恩膏是假的 你的恩膏不真的 你的恩膏不纯的 你的恩膏是神的吗 他不是 他说你那复兴给我 我也要一份 当有这一种的欢庆 而且为他打广告 他复兴好 让我们去吧 然后去那边 然后他的弟兄在台上讲完道过后 他第一个跑下去下面 你也为我祝福祷告 我也是牧师 你是牧师 但我要你的祝福 什么事情 当这样的心态发生的时候 这个忌妒 就在那个时刻直接对付了 以前我跟你讲过 在找两堂的时候讲过 有个弟兄 有个我的弟兄好朋友 他接棒的时候 教会大大复兴 大大成长 听起来 在别人的耳中是个美妙声音 对我的在我耳中里面一点也不美妙 然后我在教会里面走动的时候 突然间 这是真的很有趣的东西 我就在那边听到 我就听到一个母女母母亲跟女儿说话 我也是我的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就问我 这个牧师来是吗 我讲 是啊他来啊 他就跟他的女儿说 我们要去听他讲道 他讲 为什么呢 你也问他 他很帅啊 我心里想 这什么来的 牧师很帅 成为了一个要听讲道的原因 但是我心里面实在很不舒服 OK 不要说姐妹会听到别人称赞 某个弟兄称赞某个姐妹说 那个姐妹很美啊 他跟姐妹心想 这个姐妹不敬钱 这个姐妹诱惑别人 不要说只有姐妹会这样想 弟兄也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 我一自以来觉得不会的 但是直到那一天我才发现也会的 结果我来到神面前 我也请了他来我 他会讲道 但是我来到神面前说 神啊 他来我教会讲道 我知道我心里面有点不舒服 我知道这个不应该有的 但我知道这是肉体 神啊求主你帮助我 晚上他要来讲道了 我现在心里还是有一点感觉 虽然我 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我要完全灵感觉的 就是说不是说没感觉 就是说完全对付这个肉体 我知道这是肉体 我承认这是肉体 我标签他为嫉妒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隐藏 我说神啊你帮助我 你给我一句话 一句话就好了 我知道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上帝也非常来真的 他说我在粪堆里面把你信起来 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你还不满足吗 我从粪堆里面把你信起来 你什么都不是我信起来 到今天你坐在位置上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吗 我说上帝啊谢谢你 给我这句话 我告诉你那一句话 你们的感觉可能觉得有点 有点好像有点太过粗糙 但是那句话对我来说 真是太过真实 我知道我的过去 我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能够做 而上帝今天还给我这个恩典 结果我就从这种嫉妒里面出来了 完完全全好像行了一个隔离 完全就胜过了 我非常感恩上帝的那一句话 直到今天 而且我勇敢的跟你说 而且这个事情 为了不要让他有任何尴尬的感觉 我并没有把这事情告诉那一位弟兄 因为没有必要 我让他好好讲道 好让他讲道不会离题 不会因为我这个刺激了他的想法 我让他好好讲道 但是为了确保我真的够前辈到底的话 我去跑去跟他的牧师讲道 跟他的牧师有一天 他牧师也是我好朋友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那个牧师说 你会这样的想法 而且敢跟我说 我说是啊 我要跟你说好 让我的十字架真的上到够死的够偷彻 他讲 没有想到你真的对付自己的脸皮 对付自己脸皮都撕下来 我说不 我永远都不能够小看我的肉体 所以我就跟牧师 跟这位弟兄的牧师说 他说我感谢神 你能够这么坦诚 我说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必须要坦诚 因为只有坦诚在光中处地 根本没有办法重新来过 而且随时我都可以跟牧师在说 我就这样胜过 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够小看基督 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任何一些拆毁的工作 有一个时代 新一个时代 会不会是你们 会不会是我们 会来到 会直接处理基督的问题 不会躲避 不会躲藏 不会把它重新包装 不会把它称为其他的东西 不会虚假 不会用虚假的热情来编户 我很嫉妒 其实你不是 我就是把自己嫉妒包装成为别的东西 想办法把它藏起来 会不会有一个时代的人是能够勇敢的去 不怕被让羞耻阻止他们的坦诚 直接把东西说出来 去对付他 如果有这个时代的人起来的话 嫉妒的时代就很快要过去 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人 这样子的运动起来 我坦白我有嫉妒 弟兄请你为我祷告 常常为我祷告 我把这东西完全打开 不让仇弟有任何一分钟在我身上动工 如果我没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 嫉妒是活不下去的 我没有给他提供任何的温床 让他来骗我 骗别人 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用实际的动作去面对这件事情 如果那个区域已经有这样子预备 神他渴望释放的复兴 他终于找到一个安全落脚的地方 神渴望要释放的复兴 终于可以在他的殖民中 找到一个安全可以落脚的地方 把复兴赐给你 因为他知道你们不会为了复兴 彼此争斗 彼此嫉妒 彼此打斗 把祝福之家 复兴之家 变成一个邪恶出没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了当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了当地说 我有基督的问题 主耶稣赦免我 如果我可以有直接了当的 跟主说 主啊 处理我的基督 处理我内心里面的那种的骄傲 处理我心中那些不想庆祝我弟兄或者姐妹成功的自私的野心 请神啊 求主赐给我一个清洁的心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说这句话的话 我们就有 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做奇妙荣耀的事 所以今天 当我们看见这个 这一个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极严重的事情 让我们成为一群能够处理基督的神的百姓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看到我们所爱的弟兄 我们爱的姐妹 在这一条道路上 如果他们被神祝福的时候 我们能够去和谓他们还清 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 我们的生命就真的能够满足你的心 而这个复兴就能临到 不受到任何任何任何这一种血气的玷污 以至于复兴不能临到 神啊就在这时刻我们来到你面前 求主你给我们这一颗心 真正的 主也为主啊整个区域的合一来祷告 让整个区域的合一的祷告 这合一能够越来越真实的发生在我们当中 让整个区域 主啊真的能够有这种彼此相爱的心 在每个城市 在每个地方 我们都要看见神你要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赞美感谢你 求神主啊你来应行 求神你来在我们心中来动工 主啊我祷告求主你来应行 赞美感谢你主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 Amen Amen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